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天想跟大家講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美國制裁不了譚耀宗 他們應該要制裁梁家傑才行 為什麼呢 整件事是怎樣呢 稍後會跟大家講一講 第二件事就是公務員宣誓 然後那個顏姆州 常常招不到他的名字 顏姆州宣布公務員工會 新公務員工會 立刻解散 詳情是怎樣 事實上他是不想解散 這件事是怎樣 稍後會跟大家講一講 第三件事就是五個台灣的門徒 不知道去了哪裏那五個 原來他們逃了生 不是逃生 逃了生 在哪裏幫助他們 占中三子裏 暗中協助 他們逃去美國做難民 究竟這五個台灣門徒逃生 逃去哪裏的詳情 到底是怎樣 稍後會跟大家講一講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傑新時代頻道 按鈴鐺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我們就要講一下美國制裁事件 這次美國的制裁就要回應我們 拉了55個那些叛徒 不是門徒 是叛徒 這些反中亂港人士 企圖操控我們香港的選舉 雖然裏面有人已經變了折 打算做污點證人 據聞還欠崩頭 他們今次做些什麼事 令到這班人 打算給他們多些信心呢 美國方面 就是制裁了六個人 包括我們中央的一些官員 亦都包括我們香港的一些官員 中央的統戰部部長尤權 還有國安公署的副署長孫青野 全國人大常委我們的譚耀宗 還有警務署助理署長國家安全一和二的兩個助理署長 就是江學禮和簡啟恩 還有國家安全署的署長蔡展鵬 這幾個人都是被制裁的 譚耀宗亦都回應這次制裁的事 就說這次對他來說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對上述的六個人來說都是沒有影響 據文傑所知 他們全部都沒有什麼資產 在美國那邊 亦都沒有跟一些美國人做一些商業行為 所以基本上這次的制裁 對於他們來說都是沒有什麼大作用 譚耀宗繼續說這次做這件事是做得正確的 因為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事這件事是非常之對的 但是美國插手這個叫做 我們中國的內政我們國家的事務 我們香港的事務 霸凌行徑這個插手事務是錯誤的 他亦都說早知道也早預料他會被制裁 因為在第二次制裁的時候 文傑已經說過 他們這次制裁有很大機會 文傑已經推敲過 首先會對正我們人大常委內的人會制裁 上一次制裁就是一次過制裁所有人大常委的副委員長 唯獨這個文傑也有預料過 但我以為他就一次過制裁了幾個 原來不是全部都制裁 但也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沒有人在美國有什麼資產 另一方面就是上一次文傑已經預示過 也有預料過 譚耀宗譚耀宗很大機會也是一個被制裁的人物 因為他們都是人大常委 還要是我們香港這邊 他現在不斷插手干預香港事務 所以很大機會都會搞我們香港的人大常委 就是譚耀宗譚耀宗 這次就是第三次制裁 所以譚耀宗譚耀宗也在裏面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都知道會被制裁 很多時候我們政界方面的人物都有一些想法 但是這個制裁是沒有什麼用的 譚耀宗譚就說 第一件事他在美國沒有資產 第二件事不打算去美國 第三件事就是制裁 可能有一點點不方便 不過對於他來說沒什麼意思 所以基本上都是沒什麼大作為 其他人士也都說 全部都是不會影響到他們正常生活 他們會繼續安守本分 做好他們自己的本分 而不正執法的全部都是我們的警務處人員 夠強壯 非常之好 但是這件事來說 我覺得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美國那方面對焦對錯了 我認為 那是什麼事件呢 你經常制裁一些基本上是不會去美國 和不會和美國發生什麼關係的人物 根本上面警務處裡面的人是不會和美國發生關係的 我們人大常委不會和美國發生什麼關係的 你應該制裁什麼人物 文傑有些名單提供給大家 都可以參加一下 最重要是什麼 我們會告訴美國當地 為什麼呢 那是什麼事件呢 就是應該要制裁公民黨 為什麼呢 因為公民黨是叫你去制裁我們香港的一些事務 要叫你去做一些事情去制裁我們香港 制裁我們中國 但是原來他叫你做這件事 原來基本上你的制裁是毫無意義的 那就是說是不是要你們美國白費功夫 講逐點白做 就是什麼新年流流你吃白果 你的白果由年尾吃到今年年頭 所以你們應該對焦對得清楚一點 就直接去制裁公民黨那邊 有什麼人 什麼梁瓜傑那些 然後邁國榮鏗 邁國家綺 楊岳橋那些 你應該制裁這些人 是這些人 公民黨的人 出信 然後叫美國去制裁香港 制裁中國 但是原來整件事做出來 對中國對香港是一點損害都沒有 對於個人來說都是沒有損害 那你們白做 整件事是白費心機 白做 沒意義 做得不好 就是說這件事對於香港來說都是沒有一個影響 就是說你們用了這麼多時間 這麼多人力 物力 還要搞到天翻地方 你們美國非常之混亂 有很多人持有不同意見 也搞到中國和美國的關係非常之差 這樣的話 你應該是接下來制裁什麼人 梁瓜傑 然後賣郭榮鏗 賣郭家綺 梁繼昌 那些 然後楊岳橋 那些 全部應該制裁這些 是要制裁這些人才可以 所以 名單給你 還有一些人 我知道是想制裁的 應該是拜登上台之後來了 什麼事? 應該會制裁這個梁智英 應該來了 這件事 我相信大家都很同意 還有這件事 我覺得 我覺得我分析得很合理 因為一間公司來說 如果有個員工或者有人提出給他 去做一件事 整件事是白做的 我一定會懲罰那個人 我不會懲罰對面公司的人 我不和你幾個人做生意 我不想和你做生意 你說不和我做生意 這件事件是跌落地 拿回一堆沙 那整件事是沒有用 沒意義 但唯一一件事 就是可以做的是什麼 就是制裁一些和你有關係的人 你停薪留職 但這個人是在你公司那裡 和你有關係的 那你就可以將他停薪留職 或者替他冬菇 或者直接炒他 不出糧給他 這些事情都是可以 在公司裏面做到的 所以美國方面應該對焦清楚 不要再懲罰一些 和你沒有關係的人 和你發生不到關係的人 應該繼續懲罰一些和你發生到關係的人 說真的 你制裁梁家傑 制裁楊岳橋 賣國元克 賣國家旗 公民黨的人 你制裁完他之後 說真的 我們港府也會發聲 我們中國政府也會發聲 你干預我們的中國事務 不太好 一定會繼續說 你一樣可以逼到我們中國 我們的香港發聲 但是這樣 你這樣的做法 你制裁這些人 文傑會再做一件事 拍手掌 我相信廣大的觀眾和文傑一樣 如果美國可以對焦清楚 對焦得更加清楚 沒錯就是要懲罰一些 要制裁一些 要叫他做事 但是食百果的人 這些人 又是住在香港 又是香港人 這樣要懲誡他們 要罰他們 要制裁他們才好 這件事又會有聲音 然後你又得到實質的制裁 可以抹收美國的資產 又可以令到他們 有聲音 用他們用到非常淋漓盡致 連屍體都用了 這一下我告訴你 你很厲害 我們一定鼓掌 中國政府又會繼續發聲 我們中國政府 我們祖國也會說 罪裁一定不好 我們香港政府也一定會發聲 你試試看 看誰是否發聲 看誰是我 看誰是打 應該要做 大家應該同意 繼續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公務員宣誓 公務員宣誓就在職 應該會在四個星期內 要求所有公務員簽署這個宣誓文件 文傑早前在影片裡 亦不小心透露過 亦說會在一月中美的時候 進行到二月之前 會完成整件事 這件事出來之後 就做什麼事呢 就是武周周出來 就說新公務員工會宣布解散 他就說 因為基於 這次政府需要公務員宣誓這件事件 作為一個表態 他就重申說 公會早前在宣誓剛剛提出的時候 已經收集了他們所有會員的人的疑慮 參與去年六月二十日舉辦的聯合工會行動 當時也將這些意見轉納給香港政府 不過他就說 過去幾個月來香港人的生活空間被大大收窄 你還不走 你走啦 你為什麼 生活空間大大收窄 其實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不是很明白他的中文 每個字我都懂 但我不明白 你覺得被人收窄 你就馬上不做 PayPal不做 移民 移民去哪裡 台灣也好 美國也好 怎樣也好 造型的狗也好 移民去舊屋也好 都可以 你覺得空間沒有被收窄 然後他就說 他作為主席的最大考慮就是 工會理事的人身安全和會員的資料 認為這樣的話 就這一項事件已經做 作為一些事件 作出一些很重要的表態和評述 而且需要承受很大的風險 就是說評論評述 認為作出一個評述 之後來說都是不恰當的 所以就不可以再做了 所以就是受到多方面的壓力和評擊之後 也都是面對這個人手不足的問題 形容工會理事所承受的壓力和後果都是無法想像的 顏武州預計工會的理事 也都可能是無法繼續留在政府的工作 變相就失去了工會會員和理事的資格 所以必須要在僅存的時間裏面 在手安排工會的會員資料 和確保這些資料得到適當的處理 你不要讓我知道你把這些資料給政黨或外國 我馬上去那些專員告你 形容現在面臨理事不足的情況之下 和人手不足的情況之下 為了保障會員的資料 就要解散工會 這個做法是非常無奈的 現在四個星期之內 公務員就需要簽署基本法的聲明 即是要忠誠地效忠在特區和擁護基本法的聲明 所以他們就直接解散 據文藝所知 新公務員工會原來自從國安法推出之後 其實他們還是繼續頂住 但頂多一段時間之後 看到多些人被拘捕甚至乎有公務員被拘捕之後 他們一個一個很多人都退出這個工會 退出這個新公會 其實他自己都寫了 在一個叫做面臨理事會嚴重不足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就要解散工會 為什麼理事嚴重不足 原來本身就是有一些理事就不想再和他玩下去了 為什麼? 糧資最重要沒有糧出怎麼搞 我和你做這個工會又沒有糧出 然後被人炒了又沒有糧出 沒有糧資他們怎樣做人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都是因為這件事 這些原因就了受散 變成這個工會第一件事理事就紛紛離開 第二件事就是會員也紛紛離開 第三件事就是有一些會員被拘捕了 所以都已經不再合適這個新公務員工會的資格 因為他們必須公務員 所以這個工會本身已經面臨這個瓦解的危機 只不過透過這次宣誓的事件 然後就將這件事他自己再發酵 再拉到政府那裏 就說因為政府去打壓 又說怎樣都好環境轉變 又不知道什麼大大壓縮 生活空間大大被壓縮 香港的生活空間是這麼大是這麼大的 你怎樣大大被壓縮 說了很多不知什麼的中文 然後就說整件事解散 正確來說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他們已經是會員不足 第二件事理事不足 第三件事他們自己不知道有沒有工做 就是他們不知道有沒有良知 既然沒有良知 他們當然不會做 就是說多人不做 根本沒有人會繼續跟你做這件事 所以工會這件事被迫解散 你看他的樣子 他的樣子像一個領導嗎 我覺得不像 你領導不了人 所以基本上你就被解散 整個工會被解散 因為全部人都走了 沒有人可以跟你繼續抗衡下去 做這些事 所以整件事沒有用 沒有意義 再說一下他們如果不努力的話 覺得他們的生活空間大大被縮減的話 那怎麼辦呢 應該要移民 移民去哪裡 台灣或者美國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五個門徒 淘緊生 淘緊生 即是逃脫的淘 跟著ING進行中的緊 跟著生 淘緊生 淘緊生 不是立法會議員 這五個門徒在淘緊生 怎麼逃呢 就是本身由香港淘緊生逃去台灣 台灣那裡被人發現了 然後現在淘緊生逃去美國那裡 其實在台灣傳媒都報導過 其實早前有五名香港暴徒 在去年七月份的時候 就走了去台灣 然後在台灣那裡被人接獲了 跟著關押了 關押了高雄 關押了幾個月之後 昨天美國的組織發了一些聲明 就說這五個人已經在美國和台灣的相關人士協助之下 就在剛剛這個星期已經抵達了美國 並且會計劃申請這個叫做政治庇護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這麼久才去到美國 我不知道他們是搭船 還是游泳 還是怎樣走過去 還是怎樣去美國 由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要六個月 足足半年才去到美國 就是說他們被關押了多久 被台灣不人道地對待多久 其實我們不知道 但是有什麼人協助他們呢 我們就知道了 因為什麼人發聲明 就是佔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的兒子朱穆文 他是一個香港人 但是又擁有這個美國籍 透過他核下的美國組織HKDC 就發表一個聲明 就說這五名人士都是三十歲以下 因為這個參加香港的暴動 面臨起訴和被逮捕 所以就在七月中的時候 就搭船逃離香港 這五個人已經離開家人和香港 現在人生是安全的 並且經過美國和其他的 不知什麼叫做熱情支持者 什麼叫做熱情支持者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跳帕舞 叫做熱情支持者 即是他的中文 你說完出來 你想像不到 跳帕舞 像森巴舞 拿著兩個支持你 他說透過熱情支持者 一直提供庇護和保護下 這五個人終於獲得美國避難所 即是這五個人已經去到美國 尋求政治庇護和展開新一輪的新生活 朱穆文繼續呼籲美國現任 即將上任的政府繼續制裁 現在香港大規模鎮壓示威者 以及拘捕人的人 也都歡迎所有逃離政治迫害的抗爭者 以及他們親屬要求 國會重新修訂這些方案 讓他們進來 包括香港人的自由與選擇法案 2020和香港避風港的法案 你也懂得說2020 2021就不是特朗普 也不是肥貝奧 是拜登 拜登會不會跟你瘋下去 還是他搞自己經濟好呢 為何要養你這幫暴徒 他養暴徒好 還是養他美國人好呢 他是一個做政治的人 當然他是一個很奸的做政治的人 但是他必須要以他自己未來的 黨的發展趨勢去做一個想法 或者說為美國的人做事 我相信他們不會再理香港的暴徒和叛徒 據了解這五個人 美國當局以重大公眾利益為由 批出入境許可 重大公眾利益 我真的想一些有美國籍的網民 就問一下美國 這五個人和美國的重大公眾利益有什麼 能發生什麼關係 但是我真的不太明白 我也想他們解釋一下 暫時獲准在當地逗留 根據美國公民和移民局的網頁上 當局運用一些著情權 批准這些原本不可能和沒有資格入境美國的人 作出境外申請 然後因為重大公眾利益的關係 公眾重大利益的關係 就留在現在美國那裡 但是沒有說過給他們申請難民 或者給他們移民 消息亦都說 這五個人潛逃去台灣 逃緊身去台灣 現在逃緊身 這五個人逃緊身 逃緊身去了美國 再逃緊身 這五個人就包括 被控暴動 襲警等四項罪名的 一個人叫吳仲謙 24歲 以及在2019年7月1日曾經 闖入立法會21歲的文家健 這群潛逃人士說 感謝美國政府和HKDC的幫助 現在非常安全形容 離開在香港寡黑心情非常不安 擔心 亦都深惠香港 百感交集 但是人家不是想聽你這些東西 你們經常對焦都不對 我們想知道你在台灣那邊怎樣 蔡菜紙怎樣對你 這些東西你不說 你們全部都是 完全不理會 這群人都是 我想未來的日子裡 第一件事 不會膽再以真面目視人 第二件事 根本上他們去到那邊 生活都非常困苦 應該都是捱世界捱淚 捱了一年 但是你又沒辦法去怨 因為你一怨的話 你就要被美國趕出來 然後你又不想在香港這邊坐牢 就是說你一生人都要偷偷摸摸 才可以生存得到 整件事是很可悲 很慘 很淒慘 當然這個時間他們覺得不淒慘 但是在未來的幾十年裡面 我們就可以見證這群人的淒慘狀況 究竟會去到什麼情況 好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節目完結之前 想提一提大家 就是今晚的晚上九點鐘 在文潔新時代頻道 就會有一個直播 這個直播就會和楊明 莊施明 李梓敬 娘娘 肥仔傑和文潔 幾個人就會一起做直播 和大家聊聊天 吃東西 真的是聊天而已 和楊明他們聊聊聊天 聊聊這五個淘瑾生 那怎麼辦呢 也好嘛 所以希望大家記得記得 支持一下今晚晚上九點鐘 文潔新時代的直播 好嗎 好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節目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 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今晚見